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3和M4是全球首发的车型 非常非常酷 很多人被它的亮丽的外形和凶悍的肌肉感所吸引 但其实在本次的北京车展还有一款重磅产品 被很多人忽视了 是什么车呢 那就是全新的BMW 4G轿跑车 那么这台车现在就已经来到我面前 大家看 这就是全新的BMW 4G双门轿跑车 最大的一个冲击力啊 就是在于它的进气柵山 双肾型的进气柵山可以做成这样子 非常凶悍 非常有攻击力 车灯呢 首先在线条上跟3C是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了开眼角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还是很犀利的 非常凶悍 车灯的灯组啊 跟那个其他的宝马车系基本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想说BMW 4G除了最低配车型之外 都是采用了激光大灯啊 这个照明效果啊 非常非常棒 可以照出距离可以达到500米啊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前面前唇啊 这种设计呢 呼应前面这个进气格山 所以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凶悍的 很大进气量的这么一个感觉 侧面真的是太性感了 非常非常好看 轴距达到2米851啊 这么2.851米的这么一个轴距 所以呢 车的整个线条力量感 还有这个车的车轮是在车的四个角上的感觉啊 非常非常酷 还有这个线条是一个溜背式的一个轿跑的 明显是一个轿跑风格 同时我们在车身的侧面啊 在椅子板上发现了M标志 也就是这台车是有M套装件的 同时呢 这个车身的高度也降低了 比3C要降低不少 降低21毫米啊 所以这样降低重心高度会让整个车的操控性非常的值得其他 虽然这车也没有像其他品牌很多车那样的车尾做的很花哨啊 做了很多的装饰的修饰 但是在这个车的车尾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奔跑者 应该有的一种力量感和肌肉感 所以我觉得车尾看上去就是宝马啊 这个我觉得把车标挡上 晚上开出去 白天开出去 一看这就是宝马车啊 BMW 所以我觉得这种恰到好处的一种张扬是最好的 好 那么我现在就坐在了全新BMW4系的轿跑车车内啊 应该说这个车内的氛围我还是非常熟悉的 全部这种软质的材质和这种镂空状这种哑光的啊 这个金属试板 多复杂的一个描述啊 它确实是看上去也很复杂 采用了大量的机械按键 我常说这个按键应该要有所保留的 所以这种机械按键那种质感啊 包括盲操作的这种感觉啊 是非常好的 那么屏幕也一样采用的12寸 这这么一个大的中控显示屏 同时这个彩色液晶表是12寸的 这种科技感还是满满的 那么在下方呢 我们看到是iDrive系统啊 整个的操作还是比较便利的 同时呢 在左侧呢 有很多的控制按键 包括发动机的启停按键也在这个位置上 挡霸呢 是很短小的这种运动挡挡霸 是MC上经常能看到的这种挡霸啊 非常非常的酷 它这个座椅呢 坐姿是非常非常舒服 这种运动式座椅啊 同时呢 包括这个双色的这个内饰氛围啊 营造出的不仅仅是运动啊 我个人觉得更有一种时尚感 宝马一直这个在很多车厢 沿用的这个倒车辅助功能啊 这个也是有的 也是我们可以实现在倒车的时候循迹 我们在来的时候这个路径 可以往后倒 可以循着个迹往后走几十米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么很多网友都会关注 作为这么一台双门的轿跑车 它上车会不会很麻烦啊 其实还真不是 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到啊 它的座椅是自动向前移动的 在这个状态下啊 我们只需要很从容的进去就好 但是呢 相比起这个很多的这种 大家看啊 坐在这儿这个坐姿 当然了很多网友会关注啊 我刚才调好的驾驶座后排 是不是空间够用啊 我给大家去做个演示 应该我是从驾驶侧进了啊 但是为了给大家方便这个镜头的展示啊 大家看到了吗 现在是我一个坐姿啊 是坐在后排 我们把这个扶手放下来 非常的舒适啊 应该说尽管它这个双门轿跑 但实际上后排还是可以坐着 坐两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坐三个人 它因为是后驱车径 所以它的传动轴高度比较高 这个这个突起啊 所以会影响到腿部空间 好了 那么还是给大家去展一下驾驶吧 因为我一会儿要期待去赛道上去给大家体验一下 还有长途去体验一下 所以这两点还非常重要的 走吧 对于今天试驾这台BMW的全新4系双门轿跑车 我还是非常期待啊 首先呢 先介绍一下 这个车采用的是一套2.0T的发动机啊 这个代号是B48TU啊 这个系列的发动机 这个还是比较熟悉 那么匹配的是8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那么430呢 其实我们今天开这台车呢 最大马力能够达到258马力啊 最大扭矩能达到400牛米啊 非常的可观 赛道上感受这个430发现 这个车还真的是非常好玩啊 首先我觉得 无论从这个现在的加速的状态啊 只要你一脚一门到底 它的加速的这个感觉 还是非常暴躁的 应该说这个百公里加速啊 这个官方数据是5.8秒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差不多这样一个成绩 加速是非常迅猛的 我们再切弯 切弯会发现它的转向啊 这个非常的精准啊 这个是得益于它用的是M系统啊 也就是宝马M的这套转向的这个调教 所以它转向非常精准 而且非常灵敏 打的这个圈数啊非常少 你会发现它开着 它在赛道上啊 真的是跟普通的这种 啊这种房车开着跑赛道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这种跑车的底子 我们在弯道镜头踩刹车啊 会发现刹车的时候 它这个刹车力度非常非常好啊 非常线性 一搭就有 这个刹车性能是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非常棒啊 那么还顺便说一下 这个车呢是采用的是后轮驱动 所以呢 它的这个加速感觉和操控感觉 是完全是一种乐趣 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去体验这个 飘移啊 只有后期车有这个飘移 说到飘移顺便说一下 刚才我们在切弯的时候会发现 它的提速啊 以及弯道的这个速度控制 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棒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后桥采用了插速锁 这也是宝马的一个 M的一个标配了啊 宝马M上它会有的这个装备 没想到装备在这个4系双门轿跑上 所以整体来看啊 在赛道上体验这个车 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好那在长途驾驶 我们今天就跑的路线比较多啊 跑了几百公里的山路 以及高速公路 整体来看 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是非常棒的啊 尤其是这个低速的自动跟随功能啊 这个是在车速在60公里以下的时候啊 它启动了以后 你的车就其实完全被这个计算机脱管了啊 通过ACD雷达等等 这些车道保持这些功能呢 让这个车呢实现一种啊 更悠险的一个价值状态 在游戏在拥堵的路况上啊 你会解放你的双手 同时呢 在驾驶层面 它极限很高 那么如果是把它作为一个玩的 一个跑车的一个状态去跑的话 它是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 跑起来非常棒啊 城市路况或者是一些乡村路上 电波会让你那么难受 所以这个车的综合的表现非常平衡 非常中和的一个状态 啊 今天我们试驾还是非常快乐的啊 应该说这台BMW4系双门轿保车 给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酷 有亮眼的外形 时尚的科技 以及非常优雅的内饰 同时驾驶质感非常棒 无论是在赛道 还是在长途驾驶 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好 所以这车是一个好玩 又好开 又好用的一台车 那么你会喜欢吗 我个人觉得值得推荐 可以买 好了 这就是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